我是微少 此刻窗外是无尽的夜 我在生活 且还要将生活继续下去 2023年2月9日 我被胡人交易了 当初我想来到这儿 因为这是我的家 尽管所有人说我和勒布朗戴维斯不合适 但我还想试试 但我找不到自己 我开始接受替补 开始接受决胜阵容里没有我 我心里很别扭 但还是按时训练比赛 只不过不合适嘛 不论输赢或者平局 我最在意的是要打得开心 那么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吧 2021年7月30号 我被奇才交易到了胡人 当初我来到这儿的时候 有很多人质疑我 但我逐渐找回了自己的节奏 我突破船球无比犀利 我仍然对胜利充满渴望 我的生涯已经度过大半 那么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吧 2020年12月3号 我被火箭交易到了奇才 当初我来到这儿 因为这里有我的兄弟 后来球队为我交易走了卡佩拉 我的表现回暖了不少 但是兄弟篮球没能击碎现实 那么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吧 2019年7月12号 我被雷霆交易到了火箭 你们用第四顺位选中我 在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我们鲁莽冲动热情四射 又失望地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11年我们一无所获 那么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吧 2017年6月27号 我走上舞台 接过了MVP的奖杯 感谢了一长串的人 感谢为我牺牲的母亲 打两份工 每天叫我起床练球的父亲 从我进入联盟 每场中场休息 都给我发短信的弟弟 和我相识相知 相伴十余年的妻子 我的声音哽咽了 看着他们 我的身后还有我的队友 我心想 拿完这个MVP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